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于2009年和 McMaster大学及六大族社区开办两年制Mohawk及Cayuka族语学分班 他们现在想了可是怎么将两年的学分班进化成四年制的大学学位课程 我相信我们台湾现在超过千名以上的足语筹格师资也会期待在大学接受这样的教育 从以天数计算的研习课程发展到两年学分班甚至是四年的学位课程 不论是研习学分班或学位课程一定都会教足语书写符号 这个是记录传承教学且进入书写语言传统必要的工具 台湾目前的十六族语书写系统经过日语汉字诸音及罗马符号的实验 也经过不同时期及不同脉络的辩论 在2005年敲板定案 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一般族却是出了一位符号发明家 他在1947年创造了七十几种符号 经过15年后在1962年确认其中59种 不过他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推广这套记录一般语的符号 他的努力在1990年被人从史料中挖了出来 今天受到学者Block Phillip的重视及推广 慢慢成为族人认同且使用的符号了 这个人其实不是唯一的特例 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 其他创造原住民语言文字的人物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说出 一本完全用族语撰写的科幻小说 不论是在台湾或美国 那就真的是创举了 因为按照Brit Peterson的文章 连美国的原住民推理小说家 都还是以英语为主要的创作语言 相反的在大西洋另一头的威尔斯小说家 他们非常喜欢《走进未来》 用天灾 海啸 外太空 妖怪 机器人 末日奇景等元素创作 恰巧非常能够表达他们 对威尔斯语能否存续的忧虑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 原住民研究教授 Grace Dillon 他就说 原住民诗跟诗语的 本来就是背着末日的症状活着 原住民作家创作科幻小说 在里头大玩文字游戏 反而会玩出保存足语的心得 越玩越有趣 越有趣也就越有效 我们中心经验的足语读本翻译 文本锁定法国青年小说小王子 虽然是改编版 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奇幻的元素 第一位完成翻译的 阿美族语老师说 他翻得非常快乐 根本停不下来 所以很快就翻完了 听到这样的分享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有 第一本台湾原住民族语的 科幻小说了呢 有趣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们中心网站 当前研究的足语读本 来阅读翻译老师的心得 剩下还有另外两篇 关于西澳洲网梦部落 以及墨西哥Vixarica 与线上字典的外电 我们来考考朋友们 第一 是哪个非政府组织 在帮助西澳洲 金伯利地区的原住民呢 第二 Vixarica与线上字典 又是哪个计划 下面的第一个成果呢 欢迎朋友们 利用我们中心粉丝页的私讯 或po文回复功能 提供答案 让我们有机会送您礼物哦 感谢收听 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 中心族语外电快讯 下回再陪你环游世界